市場內買菜民眾人來人往 這時卻有不速之客 秋秋親門踏戶 兩隻猴子從屋簷上 上下竄跳當自家開趴 民眾看熱鬧笑得樂不可知 連在一場傻猴戲 十六號上午就在虎光市場上演 讓路人紛紛拿起手機猛拍 不過市場攤商客就笑不出來了 因為猴子們攜家帶券 把攤位上水果通通搜刮 還拿起最愛的香蕉現場開吃 吃完一根還不滿足 立刻逛起攤位 翻來翻去 精透細選 再來一顆水蜜桃 民眾推測是山區猴子 被嚇到跑出來透透氣 跑到攤位上享用水果 因為就在同一天 方济中學 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也接連出現猴子大搖打 白廣大街 趕緊通報動保處 動保處表示雖然有落網彌猴 也將加強放置又補囉 不過目前仍有沒捕捉到的猴子 提醒民眾還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要開眼睛 他現在有目的 記者訊息歸宣 太北車庫報道